自当全高远 风云高 香港的明报终于顶不住了 在这个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发出一个声明 是犬责明报一篇又是专子的漫画之后 明报宣布在星期日开始 停止专子先生在明报的漫画 最新的这篇漫画《渡火线》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原作 其实这个漫画本身我们已经看到 作者已经有很大的限制 因为作为漫画来说 它没有一个处境 没有一个戏剧 只不过是两个人物在对话 对话是用文字写出来 这些以电影学来说就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专子不是光狼才准 而是我们一看到这些漫画的创造 已经知道政治压力之下 已经 作者已经是非常之小心 你看那些文字已经说了 它有两个人 一个大秘的 一个中年女人 叫做什么议员 这个什么议员这个专栏在明报已经有超过 如果我没有记错已经超过20年了 首先专子是哪位呢? 他是毕业于中文大学艺术系 当年明报创办人查亮容先生 在他的前任的美术编辑王司马 在80年代患骨癌逝世之后 由于金庸要物色一个美术编辑 所以专子是由金庸特意请回来的 你知道金庸先生的眼光是很好的 他请了谁或者邀请了谁 因为中国人写专栏经他老人家的发眼 是一定是觉得是有点了道的 当然专子是不负金庸先生的那个期望 在王司马之后 他就帮明报做这个美术方面 版面设计等等 当然后来也都在信报其他的报纸是说政治漫画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政治漫画的了 多数都是出于讽刺 这些不需要小学的常识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再说 但是专子这次的漫画 是引起这个叫做亲中工联会出身的 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的憎恨 我们看这个对白怎么写 他说我同意 学历不同于做事能力 香港高分低能的人是很多的 这句话 这句当然没问题了 有什么事呢 接着这个不议员继续说 汇口中英素不合格 胆固醇过高痴肥 有心脏病 矮势色盲大近视 都没问题 这句我又看不到有什么问题 不是的 他认为有问题 我认为没问题 因为现在是以一个左翼大爱包容 反歧视和平权来说多意是没问题的 第三句这个不议员继续说 只要长官认为合适都可以委任他们做防火灭罪委员会 由他们把关筛选区议员市民都很放心 这个不是一个出色的漫画 因为它只是靠对白和独白 还有它是一个如果由西方语义学来看 是一个合理的陈述 是一个客观的陈述 我们看不到它是讽刺什么 你可以说因为出专子的漫画手笔 如果你用放大镜来看 我觉得专子已经有前科 主要就是由他们把关筛选区议员市民都放心 因为前面说有矮势色盲大近视痴肥 这个其实表面上是在说区议会的委任 是你乱来 其实暗中我想警方有人看到 是觉得它有一个subtext 是一个潜台词 是讽刺警方招聘 由于专子的政治漫画 是讲以警方为题材已经不是第一次 最近是由保安局局长 是点名是评击过几次了 但这个我想都不是最近 而是专子的漫画是2014年 2019年2020年 是深度同情年轻人 学生和抗争者 在这个雨傘运动和反送中运动里面 它的漫画确实是出现很多雨傘 很多催泪弹 很多警察的形象 黑色 然后警棍这些 我想冰冻三尺 警方一早就已经对专子是极之不满的了 如果根据资料 连同这次 半年里面 专子被政府有关的官员或部门 公开批评已经六次 对上一次就是你说了 就是保安局局长批评他 谈及纪律部队更新器材的时候 需要预留200亿 而不是52亿 说他误到 而今次 麦美娟指控他 就是说内容无事事实 混淆视听 带有歧视成分 侮辱胆固醇过高 患心臟病和色盲等人士 暗示他们无能力 贡献社会有为传媒道德 我觉得这次被麦美娟入到位 就是因为专子用了刚才一些 新染病患的例子 作为讽刺 选择这些区议员 或者刚才你说的 暗示挑选警察的标准降低 这些夸张的手法 但是虽然你说这些讽刺都是101 大家都知道是不需要认真的 因为从来漫画是要夸张的 刚才你也提及了 为什么刚才那个 麦美娟的鼻要大得这么夸张 现实里面有没有一个人 这么大个鼻呢 那你是否在歧视大鼻的人 或者歧视成龙呢 那不是的 因为漫画要令到人觉得 有幽默感 和令到人看的时候 是会觉得有趣 是将所有东西都要夸张的 其实你说他讽刺谁呢 我认为他还在讽刺 2019年那帮区议员 你说学历低 亲中爱国那边曾经点名一个 叫做陈子惟 他2019年当选区议会的时候 就会考零分 香港公开市所有科目不合格 读了艺进课程 完成课程者获得同租 虽然获得中学文凡考试 五科第二级学历 艺进课程都不合格 于是有亲中的 和大陆的这些政治的传媒 就在那里抨击 陈子惟 是吧 这些这么低学历的人 都做到区议员 就证明现在整个区议会的民主 是很有问题 是吧 所以其实专子来说 如果我是 我自己看专子的这个漫画 我觉得他是在讽刺2019年那班 因为真的有一个 是吧 这个陈子惟也都 接着是受到亲中爱国 左派这些评击 作为一个证据说 区议会是不合格的 所以学历低 不合格会考零分 确实是出现过的 是吧 那现在专子的这个漫画 是有事实和新闻根据的 我又退100部讲 那你说是否讽刺 现在这届呢 这个我觉得有得拗 我觉得由正能量来说 他可以是 因为2019年出了一个姓陈的 所谓的黑暴 和零分的低学历议员 他希望下次不要再发生 对于身体健康有一定要求的职业 其实很多 我现在先讲低学历 现在到你说其他那些 我不讲学历 我现在先讲 刚才麦米娟指控 他说歧视身体有问题的人 但是很多的职业 对于身体是有要求的 最简单是 你做厨师 你要做什麽呢 你要去厌大小便 这不是说笑 因为要看你有没有传染病 或者你有没有肝炎 这些基本的东西 如果你是有肝炎 不请你做厨师 那是否歧视你呢 不是 这个不是歧视 因为只不过是 你不符合一个职业的标准 以前的警察更加是 身高体重是有标准的 跟着要有DSE中英文合格 那如果到以前 不是现在 以前你有一个人 中英文合格 痴肥230磅 跟着只有四尺十一寸 走到去去考警察 跟着警察说不请你 那难道是警察 是歧视你吗 不是嘛 现在国泰航空公司 招聘这个机师 你觉得色盲是会获得聘请吗 你觉得近时他会聘请吗 你觉得近时散光色盲 再加粗肥 你觉得任何的航空公司 会聘请你做飞机师吗 所以其实麦美娟的问题 在哪里呢 挺好笑的 这个女孩 专指她究竟有没有歧视这些人 因为麦美娟的指控 其实是误导了所有人 因为她误导了很多的职业 或者很多的崗位 其实是需要一些 特别标准的健康状况 是的 刚才我提及 无论这个厨师 或者是你空中服务员 机师的事力 这些等等 全部都需要的 是的 那这些呢 其实麦美娟这些 是知些不知些 OK 嗯 就算你是TVB 选香港小姐 OK 是的 你说了 智慧与美貌并仲 讲到明 那是不是歧视蠢和不靓 那些呢 生得丑的 是不能入十五围的 入围十五围的 历界也是这样的 是的 当然了 近年呢 很多社会劣币 驱逐良币 就被人说 入围的那些越来越丑的 在网络那里 是平头敏足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世界 对于很多职场 很多的专业 当然有一个标准 对不对 你说是歧视 不是我举起来 譬如说 以前商业电台 去请一个主持人 去面试 那个主持人是啞的 你觉得商台会不会请他 不用 譬如说他有懒音 他有懒音 于是不请你 你可以控诉商业电台 是歧视 不可以的 我们说话 的确实 我是这样说的 我有什么问题 现在 现在商业电台 为什么不请我 我现在三个兵 瘦鸡眼 为什么不请你 现在 没有牙婆 不请你 不请你 十八楼私座的 没事 你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我觉得 这份工作 不是那么适合你 我们请你不起 这些来自西方 极左的意识形态 香港的文青 一些报纸的文化富刊 一些包括泛民的媒体 甚至明报自己 在这么多年都有份推介 谁知道就弄了个回力标 这个最近这个叫查理三世 加冕 都搞出了一场 这些政治正确 所谓反歧视风格 是 他将这些价值观引进来 我们做光明顶的时候 我十年前已经知道了 我说对于中国人来说 他对西方文化什么平权 性别 废悉 一知半解 你不要教他 你将这些这么复杂的东西 和有马克思主义病毒的意识形态 引进来 你就只能麦美娟这些人 一知半解拿来用 是吧 这些就是蒙茶茶 就用来 就叫濫用歧视 平权这些东西 就用回明报 所以这些也有少少宿命 对不对 其实是笨的 对不对 所以这次你明报这些东西 他这个报纸来说 就专指这幅漫画 我觉得根本没问题 而且如果你用什么法律来告 最多是用第九条 就是叫煽动那些香港人 或者那些读者去仇恨 我不知道仇恨什么 这篇这样的文章 是不是 根据第九条 是仇恨特区政府 没有说仇恨特区政府哪个部门 还有这个是殖民地时代 虽然立了这条法 但是别人不是随便用的 现在呢 当然有一种扩大化 和蓝用 狗不狗拿这条东西出来 凶一凶你 这样的倾向 但是呢 就算是殖民地时代 这条法律 告的不是专指本人 告的是督引人 总编辑和印刷公司 OK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摆正来说 就应该你不是指责专指 是指责这张报纸 为什么登这些东西 但是很明显 是不是 后面有一个政治操作 在那里 如果我是明报的老板 如果你这样 如果撤退专指这个漫画 是吧 同一天就明报宣告解散 撤退 我感觉是有依据的 因为198 283年之间 当香港出现一个前途问题的时候 当时的创办人 也是明报的写一张 查梁容写了一连串的写论 这些写论呢 是收集在他后来 结集的香港的前途里面 他曾经说过一句 1997年之后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 明报是会不做解散和倒闭 现在很明显 查先生生前预见的 已经在发生了 因为专指是查梁容所拼用 和长期比起现在更加辛辣的讽刺 查梁容都曾经容忍 你不要看他 就算他做基本法草位的时候 金融被人说 推出一个2023年 才有机会普选的方案 这个是商查方案 是吧 说他很亲中很保守 但其实那时候的富刊 一样是容得下专指 和其他那些 写反共专栏文章的人 这些是查先生 是身为一个暴人 是懂得玩政治 和他的那个器概 和他的那个知识 是够丰富的原因 现在没有了这些人 剩下现在这个明报 是由马来西亚拿督 这个叫张晓卿拥有 但是张晓卿健康有问题 就长期现在在马来那里 就没有什么出来管 是吧 我知道张晓卿也是世界 华文报业工会的主席 多次被中国统战 请到北京开大会 发表这个演讲 我们华人是一定要夺回那个 叫做新闻言论权 不要给西方 那些泰吾士报 新闻周刊 左右 这些就是一个很老实的 马拉的华侨 长期来说 在香港呢 共产党单位也有统战 是吧 我相信你明报 现在的铜银看着 你自己甚至在20年来 你们跟那边的关系很好 有谈有讲的 是吧 那大家说 没事 我们将来一国两制 都是照样遵照邓小平 那个方针做的 只要你们不要颠覆 不要鼓吹独立 就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就是了 是吧 以前呢 招待你们回大陆很多次 吃饭也很多餐 是吧 没有嘛 这个大家我们就多交流交流嘛 没事没事没事 不过呢 有时候就是 你们的观点 我们也不是 不全同意 不过呢 我们以后就多交通好一点 结果 扣扣一下 现在他是不是需要 跟你溝通 现在就用个美军 来跟你溝通 是吧 不是 我觉得永远都是好事 现在我们 都是要正能量 既然专志 今次 被明报 撤稿 以及不再刊登他的漫画 其实更加清楚让所有香港的传媒知道 这个任何的政治讽刺漫画已经是没有市场 也不能在香港刊登 这个也不只是专子的问题 是的 因为我的推测就是针对专子 因为这十年八载他的政治漫画 对警方是非常苛刻 有人或者有些部门已经是长期看不过眼 所以是几几乎了 这次是秋后算账 不过麦美娟的头发出来 就是这一篇最没罪的 其实没一篇都有罪 其实专子以前的漫画有些还要命 那些里面的讽刺 现在这样的心态 就不是说明报没有了专子 明报这一部报纸这十几年 他的社论已经和大公文 文人、文日报、海外版 甚至环球时报 没分别了 他的评论板也是没什么可读性的 这个是由金融主政的时候 他就把评论板叫做事实与意见 他就请了当年民建联那位新晋叫做马力 用一个叫做新维斯的笔名 是代表这个叫做新华社 或者亲中那里 鼓吹一些主权移交谈判的时候 有中方的观点 这个是查良荣身为政治家或者政客 那时候的权移之计 所以新维斯也都在明报那里写红 当然现在就试过境迁这个作者已经不在人世 所以这张报纸就自以为是懂得玩钢线 但是就没有了查良荣先生那种的艺术 我们记得在90年初期 有一位记者叫夕阳 在大陆就被指为做间谍 就被逮捕了 所以这个报纸在长年就都挺复杂的 查良荣想在某些部门 是开放给你那些女的那些人过来 进来就作为一个goodwill 或者一个姿态或者叫平衡 平衡是没用的 你不要以为真是中立 你现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去到德国 都被德国的女外长当年省 没有中立的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如果你中立即是帮俄罗斯 同样现在是不容许你的走钢线的 你以为那个社论交人交闻交立场 而我在这边点准个追击 这个叫专子 就可以玩到平衡 和博到销路 陶先生那我想问 现在连少少空间都不给 那其他的专栏作家 又情何以堪呢 一个这么久之历的漫画家 这样无端端 没有人告他的 也没有人说得出具体的罪名 就要撤稿了 十几十八年前 有一两个开天窗的 现在会不会 这些很有风骨的那些 但是现在 会不会呢 当然不会啦 会不会在专栏里面 为专子说几句说话 或者是觉得为他不值呢 张表显买了报纸初头的时候 请了几个来自上海宣传部的 知识分子入主 他们那时候标榜 说明报是一张中国人的 要将明报造成一张 叫做中国人的报纸 我看到都已经偷笑 以前不是中国人报纸 金融那时候不是英国人 那现在就是中国人的报纸 这个叫做中国人的报纸 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偎名题 现在就是中国人的报纸 里面那些专栏 不会和你个个开天窗 因为是中国人嘛 国家自掃门前说 可能有一个半个 我不知道 是吧 看看未来这一两日是怎样 但是呢 查先生生前说过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 明报宁愿呢 是关门不做 这个就是金融的初心 是吧 他这样说过的 OK 那当时他这样说 有多少是真实 或者多少是一个姿态 我不知道 但是他是白痴黑痴地说过 没有的 那有人会认为 少了一个专制的漫画 对于香港是没有影响的 是吧 等于有人觉得少了 《苹果日报》 那你的报纸还值不值十分 没有了《立场新闻》 如果你全部做了官方喉舌 那你不如在屋邨那里派吧 喉舌报是派的 派了怎么样 那些阿伯拿来做什么 是吧 有名给你叫的 现在香港的报纸就是 如果你这些 这里剁一块 那里剁一个 你怎么卖十元一份 你又不卖 不卖你怎么围起呢 老板那盆数怎么样 走回来 这些彩物 美娟彩你都傻 他只是做他的职责 OK 那个政治职责 这些东西不是叫爺 和他下面的人 所担心的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 麦美娟要出声呢 就是2021年 我推测 是吧 就是3月3日 这个叫做中国航天大学教授 田飞龙 指这个叫做 亲中爱国建制派 里面有忠诚废物 这一篇一石激起千重浪的文章 就是登在明报 OK 是吧 所以 有人怀恨在心 那时候开始 和警方 这里一会合 是吧 动你呢 当然到现在得勢 动你呢 是完全不出奇 是吧 那当然了 如果这张报纸 撿了 你田飞龙那些文章 你就在文媒大公上登 你在明报登 你干什么呢 你就是害死了报纸 是吧 当时这个叫做忠诚废物 是令到香港亲中爱国的 很不开心 有一位资深的议员就说 这个是什么 灰柴 灰柴教授 灰柴教授 灰柴学者 有些人出来打完场 他不是说亲中爱国 他不是说建制派 他是说 犯犯 是说一种勉励的说话 但是田飞龙跟着 立刻拼 不是啊 在建制派里面 是有两面人 是吧 说到明了 我不是犯犯议论 我是说 建制派 有两面派 同时拿国家和西方利益 有些人厌欠缺能力 不思进取 OK 而对田飞龙这篇文章 大陆方面 也是拿来善述 叫做忠诚废物 大家看看 中国大陆媒体多维新闻 在文解读 认为田教授所说的忠诚废物 此的事 大量只知道 喊忠诚口号的建制派力量 这些力量 乱时不能出力 升平时不能实践 港人治港的治理本意 这个简体词 是大陆的 是吧 遗基 OK 所以明报 都被在某些人眼中 你都恶得来 今次是一幕僑气 所以里面 就不是一个尊子这么简单的 是吧 这些呢 也可以 一叶子秋 如果那些尊子 那些讽刺都不容 日后你那些港产片 拍那些什么 毒蝕大藏衣 也是吧 是吧 里面矮化警队 是吧 矮化司法制度 是吧 我看都是一部起 还要拍第二集呢 都难了 你敢不敢投资呢 任何轻微的讽刺 你都不知道那条底线 或者龙门搬来搬去 最后固定在哪里 那时候你敢不敢玩呢 不只说专制一个人 所有的创作工业 在香港来说 你不可呢 即是预言香港未来 就没有讽刺的漫画 没有喜剧 是吧 你也做新加坡 新加坡也没有的 海峡时报 联合早报也没有的 新加坡也有些奉刺漫画 都可以容许 是吗 就是奉刺他们的新加坡人 那这几天呢 香港的漫画家 专市四十多年内 在明报呢 是日日年载 终于因为政治压力 是取消 那除了这件事呢 就香港网络的 香港独立媒体的记者 就发现了 在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 就把几个香港的学者 和传媒人士 所有的出版过的书籍 就全部落架 就封禁 就不是说 一年半载之前 有关于六四 2019年那场的风波 或者 或者爭取普選 或者香港的那些城邦 或者香港自治這些 而是一個人出了事 就將他所有 從頭開始 所有的這些印刷品 他自己寫的 出書那些 就全部封的了 舉例來說 公民黨和前立法會議員吳靠儀 我們都知道是非常支持2019和20年抗爭的年輕日 就是公民黨的骨幹人員 45條關注組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極力主張普選 政治訴求非常強烈 而且是因為這個612基金事件 是被特區政府國安警調查 那麥克薇的政治立場很明顯 但是在幾十年前 他都曾經寫過一些 跟政治無關的題材 例如他在《明昌》出版社 出版過金融小說的一些閱讀的心得 也都寫過一些 他在80年代初 去英國倫敦留學 那時候的種種感想 比如他在《香港明報》的副刊連載 寫過金融小說的男子 金融小說的女子 金融小說的愛情 還有在英倫生活 或者遊學的時候的感想 又或者一些講英語 或者甚至是研究 怎樣在家裡自己做的 英國下午茶那種 那種種麵包 還有果醬 這種濕濕碎碎的那些 以前和政治無關的書全部禁錄 OK 這個就是孟凱儀 另外香港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 沈玉暉 在幾年前甚至很久之前 他是研究香港的國際關係 譬如他一些著作叫做國際關係夢工場 論及香港 亞洲 世界的歷史等等 都是跟香港那樣唱 抗爭是全部的關係 又禁錄了 OK 全部的印刷品是落架 最為莫名其妙的就是 一些比如香港的傳媒人的名嘴 例如曾志豪那些 吳志森那些 聽過出版過的一兩本那些書 都禁錄了 是不是 所有就不見了 這個名字簡直是宣佈為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不受歡迎人物 這個就不只是把某些書看它的題材 或者有些關鍵的字眼而落架 而是將整個人 對不起 就封禁了 是不是 那這一次 是不是只是一個開始呢 跟著其他人士就陸續有來呢 鮑威聰先生你怎麼看呢 你都提及了 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都有一批這些牽涉到政治 或者城邦 甚至抗爭運動的書籍 就在公共圖書館落架 那當時的說法就是 因為這些書籍就涉嫌 和國安法所定納的法律 是有衝突和可能涉嫌違法 於是乎就落架 那當時的說法都是 很冠冕堂皇的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 但是今次 因為專子被明報停刊之後 所引發出來的 他全數的著作落架之後 被揭發一連串 剛才所述及的學者 或者是一些傳媒人物的書籍 都落架呢 那就有些呢 不知道他的準則是什麼 因為以往你都可以說 是對書不對人 因為不理你是什麼人 只要你的書籍 講到有關於香港的抗爭 城邦這些字眼 就可能涉嫌違反國安法 就說你究竟有沒有被拘捕 或者是被控告 都將你的書下架 但這次呢 你剛才所述及的吳靠儀 沈旭 甚至鄺俊宇這些呢 他裏面那些書籍的內容 不一定是政治的 剛才你說的 除了吳靠儀之外 最離奇的是鄺俊宇 雖然鄺俊宇現在都應該是 在保釋期間 那他的書籍呢 主要是講愛情的 其中有一本叫有一種幸福叫守護 那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這本書是2017年出版 鄺俊宇也寫了很多類似的 這些愛情的小說 全部都叫做被禁 那是十分之奇怪的 因為一個人 他寫的著作 完全跟他的政治生涯 或者是他的論述無關 只是講愛情的 都是被禁 以後就是對人不對事 或者對人不對書 即是無論你 將來你寫什麼 可能都已經是不能夠出版的了 那這種是不是 香港的所謂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的新現象呢 那這一點呢 真的要留給現在在香港的人 去評論一下 因為 即是有人就認為 其實是無所謂的 因為現在那些人都不看書的了 甚至呢 都不會去圖書館借書 這些書擺在那裡 都是鋪塵的 那下不下架 關我們什麼事呢 關下一代什麼事呢 下一代都不看書 像你圖心所說 看TikTok呀 這個小紅書的啦 是不是 那這些書值 究竟還不重要呢 對於下一代 對於香港來講 這些想法 就說 現在就針對這些作者 全部封禁將書下架 都無關痛癢 反正現在的年輕人 完全不看書的了 那這種想法呢 就非常之阿Q精神的 那這個要採訪呢 現在都是這樣 想法不行 其實每個都要採訪呢 很多人去還補碼 這些都是這樣 這個型號都是這樣 他們都安排 可是他們應該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去作為 做這些事情 或者做這些事情 但是他們都去決定 他們已經把這些事情 都去決定 其實我們就會拿來 很多人 其實他已經開強 譬如說鄺俊宇 他曾經被捕過 但是保釋 而且沒有定罪的 不是在坐牢的 寫那些愛情小說都封禁了 是不是? 這個是更加進一步的 就不是看那些書本身 而是個人的 是不是? 有些是被捕過 但是還沒有開審的 例如歐嘉倫先生 有些根本沒有被拘捕過 也沒有保釋的 例如這個沈旭輝博士 他叫人都不在香港 有些例如吳凱爾 因為其他的非法集會被判的有罪 我聽說是有些案件是被調查的 但是這些人呢 有很多絕大多數 是還沒有被正式拘捕 也都還沒有被定罪 也沒有坐牢 但是現在整個名字就是封禁 我不知道 當然是在法律上 香港公共圖書館 管長是有全權去決定 哪些書我可以繼續給市民看 哪些不可以 可以說那個理由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公共資源是有限 不是說出親書我都要買的 我都要列一個copy放在那裡 但是這些人士他們以前的著作 有些甚至是獲得特別推薦的 說這些是好書 看了之後會開難街 但是這些書曾經是有過和擺過的書架 然後現在沒有了 就表示一種政治態度了 是吧 所以不可以說現在反正那些人都不看書的了 你禁就禁吧 這些阿Q的精神我覺得是很可笑的 所以這個是對於香港的出版或者言論 進一步的禁制和封殺 是吧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的約束 是吧 你不看是一件事 但是你現在不讓我看 那就另一件事 而且不是說只是不讓我看那本書 是宣佈這個作者那個作者都不能看 那這個宣佈到底是哪個下達 有什麼依據 那我覺得如果出現一個這樣的進展是挺大件事的 是吧 因為我覺得大件事的地方是因為究竟哪本書能看哪本書不能看 那如果你用回兩三年前 即2021年的時候 你是在動用國安法的理由 顧問論你喜歡不喜歡 那這種都是一種 清晰的紅線 就是如果我講政治的 或者我講香港的一些民主運動進程的 那這些呢 你就預了你的書就被禁或者出版不了了 那但是現在很明顯呢 不是因為題材 是因為人喔 那而因為人 也都不是因為你到底是不是違反了國安法 因為好像你說 有些是根本就沒有人告過他的 有些根本就沒有審訊 也沒有定罪的 那有些根本就已經是 即是軟在海外啦 那或者是根本就也都沒有任何的這些通緝啊 或者是拘捕的名單 那但是都將他們的著作 無論是什麼題材呢 就落架 那那問題就在於 其實是沒有法律的基礎 我不理你那條是惡法 還是國安法 你連基本的一個所謂行政的程序 或者法律的程序呢 都沒有啊 甚至沒有人官方出來告訴你呢 這個人的書呢 是以後不可以在香港出版 和在公共圖書館見到啊 那如果好了 其實有剛才那些人在那裡 我不知道他是曲啦 還是直啦 都不看的啦 那些書不要緊啦 有他啦 當他是認真啦 那好了 下一步我會問 如果有一本 這些書是屋企的 或者我將這本書借給別人看 那我會不會構成一個 可能觸犯法律的問題呢 那下一步是不是叫暗示或者明示這些人 把他收藏了這些落架的書 其實都要交出來 好像文革的時候 要在公共屋邨的廣場裡面一把火燒掉呢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根本就沒有標準的 這種標準也都沒有人會出來告訴你 這個人的哪些書是不可以看的 那這種呢 才是我覺得是 未來香港最值得擔心的事 就是連基本的法律的條文的原則都是沒有的 是一種完全是靠古 或者任何人呢 都不能夠推測到下一步的 這些細節呢 我們再進一步去爬梭一下 比如說 中文大學的這位學者叫馬鱷 那馬鱷呢 他從來是沒有在什麼前線參與過 說抗爭啊 又或者組織過那些什麼35加1啊 這些初選啊 那他就沒有出來做事 但是呢 他就有一些學術的著作 例如說 在2020年出版過一本叫做 《反抗的共同體》 《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 你說如果由這一本書的書名叫做《反送中運動》 和那個書名叫做《反抗的共同體》 於是由國安方面去禁這本書 這個呢 都不可以說無可厚非的了 那就算了 你說用動用這個國安法 但是馬鱷呢 曾經是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過這本叫做《民主十問》 就是什麼叫做《民主制度》的問題呢 提出十個問題 那麼你是和市民啊 或者讀者啊 一齊去研究 而且這本書不只是馬鱷 是作的 叫做馬鱷編輯的 你知道學術界裡面呢 就有不只是written by 還是edited by 那麼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那麼這本呢 都沒有了 因為是馬鱷編 是吧 那麼另外呢 城市大學出版社也都出版過馬鱷編輯的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 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 那這個呢 那個題目呢 相當之中立 而且是和蔡子強合著 OK 那這本呢 如無意外呢 就應該都是禁了 因為你說 medidas是hythm呵慌 一個名 有一 tenseonen 與馬鱷的這個人 現在是對人是不對 provider 另外還有一些的英文的論註 這些是叫馬鱷 People'sity 有科目呢 他說勒劑 說話 那麼他在國際之時 然後他會講 述道法律 和習慣 德行 他只不知名言 picnic micha 他創判 就又說 英文在 Bridge 它都會講 那個英文在ija 又沒有了 是不是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特區政府和民政事務局 是不是有一個義務出來解釋 因為會引起一些市民的恐慌 是不是 正如你剛才說 是不是說這些書 是先觸犯了《香港國安法》 是不是 因為《香港國安法》是凌駕其他的法律之上 什麼樣的說法 所以公共圖書它現在帶頭落架 還有不僅是那些書 是整個人 現在是不是暗示這些作者 他們連愛情小說都不能出 是不是由香港政府的 特區政府的公共圖書館 來到外面的代表 去暗示這個人是觸犯了《港版國安法》 是不是 所以被審 被抓 警方還沒有調查 我先把他所有的書全部禁了 在邏輯上 有一些市民就會受到驚嚇 原來公共圖書館已經下架 但是私底下幾年前我買過他的書在家裡 現在你的書和這個人是涉嫌 是違反《香港港版國安法》 所以圖書館帶頭落架 但是管有這個作者的任何一本書 或者任何一本著作 是不是也都是危害了《港版國安法》 或者現在今天不危害 但是我很怕因為有一條告密熱線 不管由這裡做到《港版國安法》 就要說你們如果行 關了在香港 其他人 就要去擺訪 民情要去需要 中央秩序 民情要去用 現在去到港版國安法 他明明是不財的 民情要去保管 他明明是要去做 對於台灣的文池 對於含英國的文化 那對香港有些人 你指望 現在也不是 香港特區政府 政府就直接協助香港市民消除這些恐慌 就不如這樣吧 你說這個香港獨立媒體披露這幾個作者 就有前立法會議員、學者 既然他現在整個人就被香港空洞書館打了交叉 引起市民恐慌 就涉嫌違反那些國安法 他的人 或者他的作品 他的書 其他管有的書籍的管有 那又怎樣呢 這才是重點 譬如我們建設成林 由特區政府或者有關單位宣佈 我限全香港的市民是七天 七天之內參考香港公共圖書館 現在最近封禁這幾個作者的名字 如果你管有他們任何的出版物 就七天之內就拿出來交給就近的警署也好 或者就近的公共圖書館有一個收集箱也好 然後你在那裡自己交出來 OK 可以記名 可以不記名 七天之內你自己交出來就完全沒事 但是七天之後如果將來有人告密 或者檢舉說你仍然藏有這些作者 包括鄺俊宇的這些愛情小說呢 就不保證 不保證 不保證 不要說一定會拘捕 是吧 就不保證這個管有的這些書籍 或者這個作者的市民 是不會被有關方面或者特區政府 這些是檢控的 是不排除 不保證不會 或者是保留追究權利 要不然你就給一個brace period英文叫七天 你要給香港的市民足夠的時間 我馬上去找書籍或者我沒有 我不知道那些子女有沒有 那些什麼城邦論 民族自決論 那些關於這些好像是什麼 民主拾問 反送中運動 這個叫做深入分析 是吧 或者香港往何處去 你自己就判斷了 這本書雖然不是 雖然沒有講過 但是你自己的心裡面衡量一下 你自己的經驗 你現在政治覺悟 或者你想想對於國安 你身為一個香港的市民能夠有什麼貢獻 你自己主動都拿出來 是吧 或者你不明白 這本東西灰色地帶 我說我交好還是不交好呢 那你也都應該有一條熱線 所以說這個就是《中文文部》的文件 這個有專人解說的 拿一本書 比如說叫《十八區關愛組》 是不是 《十八區關愛組》 可不可以就這些藏書的問題 市民家集裡面 管有任何書籍 引起疑慮的問題上門 接受諮詢或者關愛一下 就由十八區關愛組這些人士 去幫你看一看 這本沒有東西 但這本我認為有事 這個人都是有些問題的 我看你還是不如先交出去 然後這樣才可以在民間 清除這個2019和2020年所謂的黑暴的影響 這個效法是秦始皇 當年將全國所有的兵器 全部集中注為12個痛人 記不記得 歷史上的事件 因為防理管有這些非法物品是變成兵器 好像說 相傳在大陸的新疆那些外電 或者有些報道都說 家裡是不是有菜刀 如果有菜刀就交出來 因為菜刀沒有東西 就說你只是切菜 剁豬肉 但是現在整個地區的氣氛非常縮煞 或者恐怖活動 為了整體的安全 你把菜刀主動交出來 管有的書籍或者作者 是不是被視同為 在某些地區管有菜刀一樣 是威脅國家安全呢 這個是特區政府應該有責任 說一說 沒錯 因為最重要的是你要講清楚 告訴別人 其實這些書籍是犯了什麼問題 例如鄺俊宇的愛情小說 不可以講金融的男子女子等等 你有個說法都叫做 令到人可以跟隨這個說法 去藏有或者借閱這些書籍 現在沒有 沒有了 公共圖書館下架了 所有大學圖書館又怎樣呢 是不是跟著下架呢 如果不是大學圖書館 這個世界有私人圖書館 你都參觀過世界各地的私人圖書館 去到私人圖書館 我可不可以收藏呢 我收藏的時候 如果我借閱給人 又構不構成一個國安的罪行呢 這些全部是不要拿來笑 是因為現在只不過是個開始 剛才陶先生你說的那些藏有 會不會等於賽刀一樣呢 其實真的有可能的 因為這種可以說你是藏有 一些煽動性的書籍都不定 還有再引伸下去 可能我想像力豐富 其實是否用一種書籍被禁 去衡量一個人的風險指數呢 如果剛才提及的許寶強啊 馬惡啊 甚至鄺俊宇等等 吳可宜 是不是已經成為了一個叫做 下一波可能會針對的人士呢 或者他們對國安法的危害 是否被列為高危呢 因為他的書籍被禁 因為我同時間呢 我想做個比較嘛 我不是上公共圖書館搜尋一下馬惡之外 類似的一些政治的學者的論述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人很熟悉的 叫做蔡子強 那我搜尋他的書籍 他的書籍又很齊全啊 無論他以往講這個香港選舉制度透視啊 什麼新君王論啊 這些什麼拆穿官場藝術啊 政治化妝拆架啊 這些甚至提及這個講到曾蔭權的時代的 一些政治的話題呢 都沒有事啊 完全在架上 當然還包括他講音講食啊 什麼大叔上路啊 餐桌現象學啊 那些軟性的東西 好像吳可宜講男子女子那些 都沒有事啊 那是不是代表蔡子強就是一個 一個政府很覺得沒有危險啊 又或者是甚至呢 對政府是很親切啦 的一個學者 而馬惡倒轉 就是一個呢 對政府 構成一個國安威脅啦 甚至他的論述 無論是講什麼呢 都是不應該給人看的 那是不是以後 就用這個圖書館的目錄 去衡量一個學者或者一個作家 他的法律風險呢 這個是不是未來的一個指標呢 這個到目前為止 你剛才所說的這位作者 喂 他這麼多人 你說我肺炎啊 想拿些書登上去看看沒事啊 讀目前這分鐘為止啊 是不是 那麼剛才你提及他的名字 在這個福文谷那裡問 是不是他會不會有事呢 你說一說就 分分鐘都會引起這位作者 或者藏有他這些書的人 一個心打一個抖啊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我只是做個譬喻 是啊 是啊 這叫做所謂的寒蟬效應啊 你知道嗎 中國人社會 你知道嗎 兩千多年 這個叫做法家統治 由秦始皇開始呢 這些是遺傳基因來的 就是好像江湖上 黑社會那些社團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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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你為什麼 說過三個月是不是變成十幾十個 再過多半年是不是變成一百幾十個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一分鐘沒有東西 但是我不可以保證三個禮拜三個月之後是不是沒有東西 就是去年今天可能抗進與愛情小說仍然可以借月 但是現在就不變了 由於這個是公共圖書館帶頭領唱這個合唱隊 或者這個舞會是他跳第一支舞 其他中小學香港數以百計的 學校的圖書館是不是要跟著 將這七百個作者所有的書下架 是不是先跟隨呢 是不是 這個起碼你就要向香港的中學校長和圖書館主任做一個交代 因為如果他不跟 但是現在被媒體爆出來 說這十個八個作者原來寫愛情啊 寫焗麵包啊 文化旅遊啊 教仔啊 都不行啊 是不是 就是叫做串 你讓了出來嘛 讓了出來很多那些 哎呀 中小學教師啊 校長那些害怕的嘛 哎呀 糟了 原來什麼政府現在已經把這十個八個作者 已經連為不受歡迎 或者是一個敏感的一晚 喂 學校裡面 我立刻叫圖書館助理 傻的嗎 明天回去車車車 馬上落架 那一落架呢 有一些很喜歡閱讀的學生 可能他又會問哦 他問質問 為什麼這幾個不看得啊 那學校又回答不出啊 圖書館主任說 你去問這個叫公立圖書館 我們不知道啊 是不是 但是在學校教育裡面 每次問的嘛 香港不是一個法治社會嗎 現在突然間你將這些書是當做 三十年前香港社會的龍虎炮同等 本來龍虎炮你給香港人看的 現在突然間說不准看 或者叫做龍虎門 是不是 因為司徒華那時候做教協教育的工作者聯會的發言 是說龍虎門 小流民 中華英雄那些聯盟圖 是鼓吹暴力 曾經是出面是抗議說要禁的 那司徒華說過 由於司徒華是教協裡面一個頭編入 所以我們的校長要跟 這個就是言之成理 但是現在沒有人說過 沒有人說過這堆作者的名字和這堆書是不能說的 如果鄺俊宇的愛情小說不可以看 那為什麼譯書呢 又可以看啊 是不是 你是禁愛情 還是禁人 還是什麼 你計算人的標準是因為這個人已經被裁決定罪 你去坐牢還是什麼 很多模糊的問題 是跟著下面寒蟬效應 很多層次 中小學 教師 書局 市民 最嚴重的是 剛才你所說的 甚至 個人收藏 有沒有問題呢 甚至出版社 比如說城市大學 是不是 它的出版社裡面現在 聽了風雲谷的這些人 會不會害怕 是不是 明天立刻開會 所以我們大麻煩了 出過這些作者的人那些書 是不是 我們要完全寫在整個城市大學裡面 在圖書館那裡首先下架 是不是 要這樣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就不是因為針對這些所謂的暴動啊 普選問題啊 或者六四啊這些 寒蟬效應也好 那個敏感的效應也好 無限 幾乎是無限擴大 今天沒事 明天又沒事 是不是 就不是說這些書 其實都沒有人看的了 現在全世界都看TikTok了 那你不如整個 全香港的圖書館 你取締吧 浪費錢根本 是不是 就是現在那些人 已經不看電影了 不看電影 每個人都在家裡看Netflix 是不是 看這個大陸的片集 你不可以說 因為是這樣 就立一條例 把香港的戲院全部封了 列為非法場所 不行的 是不是 你列戲院為非法場所 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沒有人看電影了 這些是中國人的IQ精神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就有待 要繼續澄清的 是不是 沒錯 希望政府有一個說法 甚至好像民政事務局 麥美娟可以出來說給大家知道 究竟為什麼公共圖書館把這些書落架 因為如果不是 我就以為不是李家超做特首 而是麥美娟做特首 因為現在李家超都沒有說這些書危害國家安全 保安局局長都沒有出聲 最多是麥美娟曾經說過的專志 而且這些漫畫怎樣呢 這個不是符合事實等等 結果就搞到專志就沒有了明報的專欄 和他的書全部落架了 現在似乎是麥美娟治港 就不是李家超治港 所以期待麥美娟出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剛才我們這一集提及的所有作者 特別是鄺俊宇講愛情故事 香港的市民都不能夠借閱呢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唯有希望接下來香港人連收藏書籍都可以平平安安 如果不是 就像你這樣說了 真是要把所有的書都拿出來 在廣場裏面 墳書坑魚了 真的要 專志的漫畫自從出事 跟著在全香港公共圖書館落架之後 亦都被傳媒發現 公共圖書館有一張香港作者的黑名單 除了書單之外 有某些作者就直接有理不理 以前寫的文藝論述 又或者文化旅行那些一起落架 當然香港的特首李家超 跟著出來說話 他說 公共圖書館不展示這些書 不等於說這些書不可以在書店買 李家超這番說話 針對一些文青 知識分子 在得知這個公共圖書館是有禁書 和打擺一些作者之後的一種所謂的墳書坑魚的顧慮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公共圖書館不讓你看 不等於說書店不准賣 當然如果書店不准賣 亦都說那些市民家是可以管有 所以暫時就不需要擔心管有這些被公共圖書館黑了的這些作者 和那些這樣的書 就會被指為觸犯港版國安法 但是陶先生 這個澄清是有些幫助的 因為你不說明香港很多好事者得閒的 拿起國安熱線亂打電話 特區政府的警察覺得收到的電話 舉報越多就越有成績 陶先生 但是我有些疑慮 甚至我覺得不同意 因為李家超所說的 說出來好像很堂而皇之合理 你在圖書館借不到 你可以去私人書店買 我不知道它什麼叫私人書店 世界上是不是有其他公營的書店 那我不管了 但是問題是 如果現在在圖書館已經下架的書籍作者 究竟其他的書店會不會夠膽去賣 還有出版社會不會再幫這些作者出 再說下去發行公司會不會幫這些作者發 這些全部都是問題來的 印刷公司敢不敢跟這些作者引呢 沒錯 還有近年很多出版社把印刷 已經批去深圳做 其實早幾年的書展已經出現了 有一些在深圳附印的香港書籍的據說 運下來的時候 中間有些阻滯 說裡面的章節和關鍵詞 就是不符合中國的法律 不符合大陸的政治標準 所以咳咳咳一路這麼多年都在發生 所以李家超的說法其實是不成立的 因為如果公共圖書館把某個作者的書下架之後 這個作者差不多在香港的出版界 批發界、法行界、零售界都會消失 永不超生 是的 而且到底這個什麼標準呢 當然李家超就沒有說 因為他是特首 他就說把這個標準 歸諸於公共圖書館 可能那些管理當局 他們上架還是下架 他們有自己的專業判斷這樣說 但是這個專業判斷 亦都經細心的人士指出 有時候很有矛盾、很奇怪的 例如這個叫做《次文化堂》出版社的社長 這個叫做彭志明 他本人出過一連串的書籍 是介紹這個粵語的 語的謊言 不知為什麼《次文化堂》名下其他作者 例如這個已故的香港掌告學家吳浩 又是這個已經有親中愛國傾向的編劇家黎文卓 那些就沒事了 但是彭志明先生本人所有的書籍已經落架 包括這幾本論港及粵語 譬如廣東話頂硬上這本書 這些書已經在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不見了 但是香港人發現這本書 什麼廣東話頂硬上和《次文化堂》出版這個講粵語 在廣州反而是找得到 你看看 廣州的圖書館是不是人家沒有落架 你看看這些簡體字 廣州沒有落架 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現在廣州看漏眼 應該跟隨香港特區公共圖書館 這麼先進的政治覺悟也下架呢 所以標準在哪裡呢 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香港 我也要補充一點點 關於廣東話的書籍 我也特別搜尋 用廣東話三個字去搜尋 香港圖書館的藏書目錄 我發現一系列亮光文化出版的廣東話書籍 是仍然保留的 這些書籍還是近年所出版的 換句話說 其實它的標準是什麼呢 但凡去提及怎樣去廣東話的民族學 或者是語意學 那些就沒事 但如果呢 彭志銘那些可能是比較有趣一點 甚至粗皮一點的 例如介紹廣東話的粗口 這類就不行呢 就說在彭志銘本人是有事 但是廣州的圖書館呢 就彭志銘不但沒事 就是他出版的粵語頂硬上 包括這些尼族語的研究 就一樣沒事 那就是一國兩制反過來 反而廣州方面的出版自由 或者叫讀者得到的資訊自由 就比香港特區多 哈哈哈哈 這就是香港公共圖書館如何判斷呢 沒錯 當然這間圖書館的館長的權力非常之大 因為他決定可以採購什麼書 什麼書可以落假 這個職位一向在香港社會被忽略 以為是圖書館長 就是在一個冷氣室那裏 硬硬硬硬硬 沒有什麼事情做 那你就錯了 對吧 現在就多了一個人物 叫做優質圖書館網絡 這個組織的一個創會會長呂志剛 他就向香港01的記者透露 曾經有教育局的人員 是吧 就巡視香港的中學圖書館的時候 就指插中國這個大文號叫做魯迅的著作 就有鼓勵學生上街示威的內容 所以不應該在學校圖書館內陳氏魯迅的作品 如果這樣 如果叫做魯迅都不想得 那我可以寫包單 你現在上去廣州佛山深圳中學的圖書館 你看一下他魯迅會不會仍然在這裏 如果你說根據這位呂志剛前會長 教育局的人員 現在對於這個圖書館 中學圖書館有什麼書想 有什麼書不上呢 也有個生殺大權 那魯迅是否鼓勵學生遊行示威 確實是有的 這個他沒有說沒有冤枉 因為最著名的文章 叫做紀念劉和珍君 這個劉和珍就是在20年代初 在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反對北洋政府 向這些日本等外國屈塞 不知道那些什麼不平等條約之類 就示威遊行 結果遭到這個斷崎催的政府開槍射擊 當時殺了47人 這個魯迅聽到非常之悲憤 於是寫了這個很出名的紀念劉和珍君的散文 裏面有些字句 今天是對年輕人非常有煽動力 例如叫做盡量的反抗 不能有幻想 這些成篇的意識都是很支持的 那些學生 流血 爭取自由 這些事情 所以教育局有些官僚 走去中學圖書館 說老信應該是落假 現在這樣看到 不只是公共圖書館管長的問題 現在整個香港社會 對於書籍的審查和落假的發言權 就有三堆人 三種人 第一就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的 這些叫書籍的審查員和落假員 這些審查員和落假員入職 到底有什麼學術的要求呢 是不是需要他們有大學的中國語文文 和文學系的畢業 或者圖書館學系 就不知道的 這些叫前線人員 第二種就是根據這位呂志光所揭露 是連教育局的一些巡視學校的事學官員 他見到老信 或者拿一本書來看一看兩看 這句話不行 即時可以裁決 就可以叫中學的圖書館落假 第三就是香港的中小學的教育官僚 我這個所指叫校長 還有圖書館主任 他們這班人加加埋埋打份工 是吧 就會害怕 如果教育局這些事學官巡視 這個叫圖書館叫他們落假老信 他不落 接著呢 或者那些中學生就走去督背正 是吧 很多地方告密 可以告國安警 可以告教育局 可以告文政事務局 可以告文政事務局局長寫信給麥美娟 這樣叫怕 怕那些學生走去報寸 然後就會見事搞大 所以一定一定一定 學校是斬腳趾避沙蟲 是一定的 是吧 這個叫校長和主任一定會將這些書落假 還有不止是老信 還會一大片 即是好像你生癌症 但吉利斯 即是生肺癌那些 那個X肺癌照到一塊 你進去手術的時候 和你半邊肺葉全部切掉 才有理無理 斬腳趾避沙蟲 這個是第三類人 有第四類人 就是那些愛國大媽 或者半文盲 有些平時是很無聊 很可愛 沒有東西做 在那些圖書館裡勾腳 以及一直在那裡探冷氣 即是那些前度維園 在那裡探冷氣 還可以拿一本書來 這個叫某才子 某大作家 然後他發現一兩句話 他又可以檢舉 所以香港是有些四大類 這些人 這些人可以構成一個 叫做collective mediocrity 這個叫做集體的平庸 那些人 對不起得罪了那些校長 這些人不是公共圖書館 也不是關於李家超 說哪一本擺得不擺得 也不是國安警 是這四大類 叫做collective mediocrity 或者叫做collective banality 這些就是集體平庸的人 他們要是出於恐懼 要是出於顧著自己的工作 要是出於無聊 要是出於妒忌 他們會舉報 或者他們自己主動向後 退多10呎 這個是必定產生的現象 是嗎 沒錯 陶先生我想說 彭志銘也是我們的朋友 彭志銘的書 講廣東話 究竟對於香港有幾大的損害 我要公穩一點 有時候他出的版稅 不是說給得齊的 OK嗎 是不是朋友 看看你出版稅 出得齊不齊 甚至彭志銘對於整個中國 或者中國的領土完整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危害呢 如果他的廣東話書籍 因為我特地去搜尋 總州方面認為他沒有危害 是的 我特地搜尋一些有關於 一些關乎台獨 或者一些這樣的人 譬如蔡英文 當然沒有這本書 我預料沒有 因為你認識蔡英文 是的 蔡英文的名字叫做蔡英文 我勸喻這些檢書員 那些英文文法 學英文的哲敬 不等於叫學生 學習蔡英文這個人的政見 這個不要放在烏龍裡 我們很容易 蔡英文很容易找 我特地找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 叫做林軸水 這個厲害 好了 林軸水是甚麼人 等一下陶先生會介紹 我找到他 有兩本書是沒有的 但是呢 有其他的兩本書是找到的 找到那本是甚麼呢 《掙扎的社會與文化》 找不到的就是路是這樣走出來的 還有另外一本 《世界圖像下的台灣》也找不到 這本呢 有沒有 這本沒有 但是下一本 《歷史劇場痛苦執政八年》是有的 《粉嶺》、《洛克道》和這些圖書館都有 好了 四本裏面有兩本有 林軸水 那林軸水是甚麼人來的呢 林軸水是台灣被譽為 這個叫做台獨理論的大師 是 他有一本名著的叫做《國家的構圖》 是吧 那就是明目張膽 為民進黨早年 這種台獨的意識 或是綱領是著書立說的 這個呢 是出了名的 叫做林軸水 沒錯 所以 他的名字叫做《軸水》 因為紀念台灣 中間有條叫做《軸水溪》 這些呢 就簡直是 表示他那種台灣的本土和台獨情懷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找林軸水出來呢 不是因為我喜歡 不是喜歡我看這本書 不是 我只是用彭志銘和林軸水兩個人去比較 究竟哪個危害國家安全大一點呢 如果對於香港利益來說 應該是林軸水 應該是台獨的理論之父 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完整 這個才是最大惡極的人 對不對 他的書你應該落架 但是對不起 圖書館股 有啊 有 找到 你說沒有那些未必是落架的 可能借了 是可能借了或者沒有人買 就是他沒有扣入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熱門的作家 很多香港人呢 是不知道 但是呢 對於學父母居和博學的人呢 就一定知道林軸水是誰 另外還有一個台灣著名的台獨文學家 他的名字叫做中理和 當然也是很多年前的人物 中理和的名著呢 有一本叫做阿世亞的孤兒 你一聽就知道 是 即是說台灣呢 如果你有祖國做母親 你怎麼會是孤兒呢 是吧 你聽這個題就知道了 也都有一本名著 小說名著叫 原鄉人 是 即是台灣的原鄉人 你聽這些名字 是吧 我請問那些諾甲元 或者那些校長 是吧 你聽中文都知道 他裡面的名句就是 原鄉人的血必須留回原鄉 這些赤裸裸的台獨 而他的哥哥叫做鍾和明 也是因為 在這個白色恐怖時期 被國民黨政府指為台獨分子 是拉了去槍決的 那這兩個的作品有沒有 鍾理和有沒有 有啊 雖然沒有copy可以借 可能借了出去 糟糕 但是在書架上面是有紀錄的 你可以預訂 reserve 即是 其實他比彭志銘 沒有那麼危險啊 鍾理和 還有一個我覺得 比彭志銘更加危險的 這個呢 就是 中文大學 這位前教授 也是前幕的弟子 叫做余英氏 余英氏也危險 沒錯 余英氏他最近小小 他住在粉身 有史學與傳統 但是余英氏在2019和2020之間 是非常之大力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OK 是吧 明目張膽 是吧 也都呢 他小小的時候呢 也都被香港親中的亞洲周刊 寫了一篇文章是批判的 是吧 這個叫余英氏呢 生前的晚年支持港獨 曾經接見羅冠聰是吧 並且呢 亞洲周刊一徐定音 雖然這個余英氏曾經呢 生前的名言就是 我在哪裏 中國就在哪裏 但是呢 亞洲周刊呢 就抨擊 其實余英氏呢 晚年呢 是鼓吹 和支持香港年輕的港獨分子 所以呢 他在哪裏 台獨和港獨就在哪裏 那亞洲周刊是舒展每一年的贊助商 嗯 亦都是非一本非常親中愛國的雜誌 所以呢 他的定性 我要說大陸的話真的 是有權威的 請問余英氏的書 現在在公共圖書館 和香港的中學圖書館 一定有 應不應該落架 我不知道 再說下去 彭志銘就很冤枉 當然冤枉 鍾理和林族水余英氏都沒事 但彭志銘的廣東話頂硬上有事 為什麼余英氏的那些書 還在書呢 對不對 還有這本叫中國文化史通識 雖然是和港獨無關 牛津大學出版社 那廣東話頂硬上也和港獨無關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些問題 越來越多 因為呢 當然 這些書呢 你公共圖書館不准看 就等不等於說你不可以在書店買 但這個叫韓蟬效應 中間這四類人 他們不是說平時學父五居 和讀書讀得通的 這些人在香港不是很多 讀書人已經不多了 文史哲藝和學貫中西的人已經絕少 還有讀書讀得通識得應用的人 我可以說更加少 所以各位呢 多謝你們捧場 就要支持風雲谷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些事情 要謙虛的就是謙虛 對不對 充心直說的就是充心直說 多謝多謝 你叫做充心直說 我起碼沒有拿那些月餅 牛肉乾出來買 我們都是賣一下自己的 沒有牛肉 沒有 沒有和牛買 沒有和牛 所以其實很多問題 當然 今次這個專子事件 構成一個叫做禁書 或者叫做公共圖書館書籍落架的雪球效應 終於有人回應 就說揭發 教育那天的事學官僚就說 老順的住宅也要落架 如果老順的住宅要落架 是落就快點落了 是吧 中學的那些圖書館主任和校長 因為你今天不落 既然有人這樣說過 這個世界很難說 風險呢 雖然只有百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二 始終是有 因為你不知道 明天和後天的事 其實如果這個推論下去 所有關乎五四運動的書籍 都要落架 因為我們都說過了 五四運動 不只是一個新文化運動 是有學生的示威 絕對是 有暴力 有當時的火燒召家流 嘔打國家官員 放火 暴力 什麼都齊 成功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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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位事學官 是由呂志剛揭發 這個叫教育的官員 是巡視中學圖書館 對老順的定性 說他是支持和認可學生示威 那整個五四運動 老順胡適等人全部有份 立喊或者支持 其實整個五四運動 我都覺得涉及的都應該連為禁書 因為這個爭議都不是今時今日 因為五四是 好過你過年年 你將五四的宗旨去扭曲 說謊 一會兒又說五四的宗旨是包容 怎麼會包容 五四是這個叫古文 文言文都不包容 孔子孟子孔家店又不包容 OK 對不對 外國這個叫帝國主義 他只是包容兩樣西方的東西 就叫民主以自由 他也不包容 當時的外交部長 張忠祥、陸忠儒和曹宇林 這三個國家領導人 五四運動包容什麼 還有 包容怎麼會有暴力事 五四運動的學生和年輕人 都不給國家去進步 其實當時已經 軍閥政府已經被滿清的政府聞名 明明這個國家是向前走 為什麼這些學生還要出來抗爭 還要嘔打政府的官員 他們是完全激進的分子 對 所以有理由相信 五四的書籍還有老順 不要說台灣那兩個 這些是比較冷漫 長期放在中國圖書館 以如目染 潛移默化中了讀 是 還有一些圖書館 或者是麥美娟的官員 反台讀你也讀一下書 你只會禁蔡英文的著作 但是林俗水 中理和那些 你就繼續放在上面 這些就是顯示出 特區的官員 不重視民視節 還有 還有一個近年文青 非常崇拜的才女 叫做張愛玲 張愛玲眾所周知 有兩部是露骨的反共小說 一本叫赤地之戀 一本叫央歌 給我查一查 有沒有在這裡 有啊 我剛才查過了 有啊 赤地之戀還有幾個版本 不是吧 是呀 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 喂 張愛玲的一部 第一 文學水準是寫得最差 第二 主題是反共 尤其是描述 在中共 或者叫做偉大祖國 1949年成立之後 195051年之間 他在蘇北那裡參加土改 是 的時候的議員目染 對於這個叫做 共產主義偉大的土改運動 是百般抹黑 是 於是有所不滿才是 1952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才拿著皮箱走下來 然後呢 滿腔仇恨 才輾轉 百磨沒多久之後 就去了投奔了美國 如果 這兩本反共小說 竟然還在公共圖書館 那些中學圖書館 跟風又放在那裡 難怪現在下一代 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是的 根據網上介紹這兩本小說 赤地之戀是講的兩個大學生 一個農村 一個皇眷 因為去了這些農村接受土改 經歷三反運動 韓戰 那就看到這個 所謂的新中國的白態 裡面呢 其實是側寫了很多批鬥 家破人亡 這些事 喂 這些書哪裡上得假的 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正在呼籲大陸的大學生 是上山下鄉 和自找苦吃 是不是 說不定 沒多久之後 香港也都效法 所以你這個赤地之戀 裡面的兩個主角就是大學生 去到這些上山下鄉 看到種種 他們目睹的共產黨的惡行 然後充滿黑骨的仇恨 就由這位才女寫了出來 請問 這兩本書應不應該繼續存在於公共圖書館 你問我 我就說我有些保留 那我覺得張愛玲又比彭智銘危險 張愛玲既然兩本是禁反共 那這個作者 一禁就禁了所有彭智銘 或者吳凱怡 或者沈旭暉 那張愛玲是不是應該全部落架呢 是吧 我問一下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立場 我怕我們再說下去 他們跟著的這些列茵都真的落架 對 他們不需要跟著我 不要關我的事 到時沒有把我去看 可以むuur 沒有關我的物理 麻煩 My 무서 我身为一个读者 或者一个很无知的海外的文青 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没有立场的 又提出一个叫逻辑的比对 那为什么彭志明或者其他人 他们的书是其他全部落假 还有人名都黑了 那为什么这些路骨的反共和台独的内容的书还有 我们问问问题 你可以说是我们帮特区政府和中学校长多双眼 你们是日理万机 我们就有空了 我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还有很多的 我都免得再说下去了 还有很多 因为你们大家不看书 那我们是文青 我们是读文科出身的 最费那样 那么有空了 也有些这些记忆的 对不对 就帮一下你们的手 你想不想我来帮忙 想的话你就留言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落于效命的 当然这些书到底你说 是不是管有或者还可以买呢 李家超都说可以买了 那你们在书局买不到 其实也有很多渠道可以买得到 对不对 嗯 所以 拥有这些书籍的 暂时都不用怕 现在还未构成一个国安的威胁 也都不怕被人告密 但是如果有得看 就尽量看了 那也不知道 遲些不知道 不是不是不是 我现在说中学图书馆 是吧 最坏的情况就是 供中学图书馆下架 李家超没有说管有这些书 是违反《基本国安法》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好吧 今年这个李家超先生的特首的施政报告 里面很多章节的看点是非常之丰富 亮点也是很惨的 除了点名的 越南老窩和尼伯尔 是要引入人才 是引起非常之热力的讨论 尼伯尔的人才不用你引入 殖民地时代 英国老一早有这样的眼光 包括尼伯尔 还有石刻族、龐遮谱 那些包头的大头鹿 人家百多年都会引进 尼伯尔还要引进你什么呢 日后如果未讨论完 就再说 好了 另一个亮点就是什么呢 施政报告提出 小学开设 人民及科学两科 人民不是people 是humanity 还有科学就是science 取代常识科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 就在电台那里解释 他说新增的人文学科 即是那个叫humanity 九成内容是来自原先的常识科 即是改名的 九成就是 增加的部分 包括中国文化、历史及地理等相关元素 这些呢 这些呢 这些中文是很累積的 这些增加的部分 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 什么叫相关元素呢 等元素便是元素 是吧 内容便是内容 用什么是相关呢 这些是香港特区的20年的垃圾中文 我们是会采取 政府是会制定相关的政策 是吧 又或者天文台是将会作出一个相关的宣布 全部垃圾 OK 说到中文 你要做中国人 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你写简杰和似样的中文 好了 这个不说了 接着有蔡若年局长就说 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 学生要认识一国 必然要认识执政党 又指过往有西方媒体妖魔化共产党 对学生及共产党并不公道 这里第一次先 他说希望课程可以让学生对共产党 有全面准确的认识 OK 全面准确 他说认为 举例 学校 即是指小学 因为小学里面是开始的 可放映长津湖等电影 帮助学生认识历史 OK 这里这番说话有三个问题 第一 小学一年级 那个岁数平均是六至七岁 六至七岁的小孩 是来到这个世界 那个时间很短 时间很短 这个世间万物 天文地理 和动物植物 乃至到这个叫城市建设 健康卫生 鲍罗万丈 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民 人民这个名词本身 在大学里面叫humanities 本身你要解册和定义都很深奥 humanities包括什么呢 所有是由人的社会里面 创造出来的文明和文化的成就 这些成就 做一个大前提 是有助于促进人民最大长的时间 得到最大的幸福 这些叫humanities 例如art 例如music 例如literature 文学 是吧 包括雕塑 这些是人民 当然社会的建设 法律 这些也是人民 但是 你举例如fascism 法西斯 虽然都是人的一种社会的制度 但是这些不属于humanities 因为这个是负面的 所以人民本身这件事 你在小学来说 一年级二年级开了科 叫人民 那个小学生 拿着个时间表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不是上识 上识就知道 上识这个词汇是很淺白的 人民这个词汇 是很深奥的 你在一年级 你将上识分开 叫人民和科学本身 就已经证明 提出这个建议的人 未必是蔡若廉 是不懂得儿童教育心理学 嗯 很奇怪 蔡若廉局长 他对教育或者儿童的 认知和心理 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但是他举出的例子 令人很奇怪 他认为爱国教育 就是去看电影《长津湖》 两者的必然关系在哪里 首先我不讲《长津湖》 究竟他拍得好不好 《长津湖》是韩战 或者他们所谓的抗美元朝的战争 其中一场遭遇战 或者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 是共产党将它放大 是渲染或者 有一个政治的目的 这个不讲了 但因为这样 就算你对史观不同 如果你真的要认识 这场战争 或者背后的政治的博弈 甚至国际形势 其实是应该了解 整个韩战的背景 甚至当时 联合国为什么 通过决议 是会出兵 联合国 多个国家出兵 不是美国 去抵抗北韩的侵略 此其一 其二就是 为什么一场韩国的内战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要派志愿军 去入韩作战 这个就是历史的因果关系 就是属于humanities 就是人民了 小学生让他看长津湖 只是看完这些 好看吗?好看? 打仗 是否经历? 是否经历? 还有长津湖 不要忘记了 经殿检柱 是列为2B级 如果大家看过长津湖的电影 都会看到 里面的美国人 全部比猴子 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一个小学生 可能他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笨 第一 第二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笨 最后长津湖 都不能够全签 海军陆战军队 这些会衍生了很多小学生的面问 聪明的小学生就问问题了 是的 但是你现在这种制度的教育 问问题的人 你就会习惯 还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那些志愿军 穿不够衣服 没有食物 在山上 在伏击美军 最后美军上到山头 发觉整个年的解放军 全部变成雪条 俗称是冰凋连 如果一个稍为 喜欢问问题的小学生 就会问 这帮志愿军 为什么 装备不足 为什么他们 这么笨 为什么他们 留在这地方 尴生冻死 这个是否 你说人民 对于长官来说 是否合乎人道 在战争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这些就不是小学程度 至少都是高中程度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 人性 人权 历史 社会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共产党当时 毛泽东要求 将志愿军 队上去 是为了 屏障 这个叫做 骚裂 里面这个 涉及意识形态 OK 所以 你叫小学 走去 学校放映 长津湖 叫做帮助学生 认识历史 是帮助学生 平面认知历史 而小学来说 也都无需要 去接触韩战 这个这么复杂 的一场政治战争 如果你要认识中国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们都说过 有一套很好的动画 或者卡通 叫长安三万里 那也是 那就是 那就是关于 中国唐代唐司 那群人民 里面的李伯 道普 你的爱国 不是爱共产党 不如你要爱共产党 你就说清楚 爱共产党教育 如果你爱国 这个中国 我们刚才说的长安三万里 就是最好的教材 那时我在Facebook 我说过 在大陆的电影工作者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 他们是集团队的心血 值得致敬 虽然他里面很多东西 色彩运用的东西 是参考自 我不敢说 抄袭日本的大师 龚崎晋 OK 但是是有心的 而且将那些名诗 藏前明耀光 而是地上商 顾仁西慈 以剧王学去 此地 兇于王学 王学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 兇悠悠 每一首名诗的出处 是用一个戏剧处境 说出来 是绝对有在于一个小学生 去认识中国的漢堂文学的文化 这些才是国民教育 这个不止我说 连这个港大经济学前教授 这个叫张五常 最近他接受卓建明家的一个小妹访问 80多岁 在深圳 我没见过她很久了 差不多了 七八年了 Steven Zhang 他说 国民教育 你要以教人认识中国人 你要学中国文化就可以了 这个都说了 是说文化 文化呢 张教授主要是说文学 和思前 是不是 最近说的 所以这些就叫做 建设 和这些局长在做一个机械的政治工具 可以说是有层次之分 凤云谷成立了短短年半时间 就突破30万订阅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会员专属频道 凤云汇 人数也都持续上升 陶生同胞长每个星期都会为会员更新专属影片 现在就不如看看以下的最新一分钟精华 他用一个很有趣的逻辑 他就说 我明知道这些影片 会被你们拿来截图来搞 所以我就下了他 这位萧姓的KOL 几十年的那种很低级的鬼剑作风是一致的 其实这些恒大歌舞团 是用来招呼或者建立他的网络关系 换言之 大家姐妹这么高这么大 可以说没有一条是许家印见过的 你的太子怎么见过这些 在加拿大读完书回来 通常这个时候是会尽快和你背一件出来的 对 他无论用大头针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会叫你背一件出来 拿来做人质 cry 中国情报系统的风格是吸塵饑的风格 一吖吖吓吶 过去 首先 他什么狗屎垃圾 认为没用 他全部都垃圾 他以后会慢慢分流 并慢慢进入他的系统 是不是短流未尽呢 在本篇描述栏最上面的粘结 一案就可以 加入会员 如果大家想长期支持我们 记得现在就要先Like这条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傑 和鮑偉聰衝心直說Patreon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接著你說學校可況已經長進 他說沒有規定 行政方面的請問 學校裏面要運套長津湖入去放 這個就要跟電影發行公司那裏談 電影發行公司或者投資者 是用了很多錢投資 那學校呢 如果你說我是不是電影公司 發行公司 是免費送給你學校那裏上 我要不要收回成本 如果又要 是不是要買票呢 買票是不是這個額外 家長要負擔呢 還是教育局 由蔡若蓮批 每套戲 每間學校 撥公帑 當是被發行公司 和電影投資者 去買票送給學生看呢 是不是 中間呢 香港有這麼多 中間小學生 如果每間間 走去放的時候 這個開支 是不是要撥款呢 是不是 還有 在學校放映 長津湖 佔用什麼時間呢 好了 放完之後 放的時候 現在你知道 那些年輕人 臭小子 每個人都被美國的大片 洗腦 是不是 很對地 一套 那套 奧本海蜜 明明三個半小時 全部對白 還有節奏又慢 那些學生 很厲害 大師 長津湖 那些人都在黑眼 那時候 那時候 MISS 是不是要 喂 好嗎 怎麼了 什麼態度 叫停 然後逐個放蚊 那些 雜名 我現在再開機 你們還在黑眼 那個名單 就是國安警 是不是要這樣 這樣 中間會 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 然後家長又投訴 為什麼你逼我的兒子這樣 看電影 不用那麼大把 不是啊 這個叫做愛國教育 是一件壓倒性的大事 中間會出現很多行政的混亂 還有誤解 這些就是你身為教育局長 是不理得那麼多 如果從學校或者老師的層面 其實我也推斷得到 播一套電影看 不是問題 是問題是 你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你有很多手尾要跟 首先你一定要有工作址 或者要跟學生分享 你的觀後感 不是看完就算 不是你看完兩小時之後 拍拍屁股就可以回家 你見果為目標 要不是要寫一篇作文 不是影評 你是要搞半天的 習近平有封信 是聘請給香港的內閣學校回信 你們都要拿著封信來學習 看完長津回業 要不要學習 然後有觀後感 分享會 工作址 然後還有這些學生 可能會做一些報告出來 一連串 這些不是看完電影的事情 所以蔡若年 這句說話 其實所有學校 要動兩片嘴皮 就滴汗了 學生那些 學校 校長媽媽的聲音 還有 學生要寫作文 寫作文當然是上網 上網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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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 韓戰 死了 Wikipedia和韓戰都通到美國那邊 第一句說 1950年 在蘇聯和中共支持之下 北韓的金日成主動去入侵南韓 破壞三八線的協議 先寮者戰 所以南韓總統李懲晚 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支持 在默克阿瑟的領導之下 人川登陸 那個論述 是完全 跟你這個長津湖 後面代表的不同 那個學生 這個叫做 人工智能 查GDP 再加Wikipedia 很壞不壞 你叫寫工作 只寫作文 整了一大段下去 大件事 先生拿著手震 這個內容 哪裏得回來的 叫學生來 誰教你寫這段 是的 陶先生 你不是看得到蘋果日報 這些學生不止一個 可能有三五個 這件事完了之後 這三五個學生 因為那個官後感 那個史觀有問題 你又要約他 或者跟他補課 那個先生說 這個要不要通知校長 校長拿著手震 有多少篇 不是一篇 是 很多 哎呀 我看也不是波 都要跟蔡若年局長 說一說 要不然我們會負責 把波交給教育局 那蔡若年那時候 不騷擾你了 下面的教育官 行政主任 接這些 complain 然後就反映給局長 所以這些就是 李克強說的 叫做放管服 你到底是放還是管 所以 說口號 漂亮的說話 每個人都會說 但是要執行起來 是很麻煩的 還有 其實再推演下去 你預計的事情 更加是令人 覺得恐怖 因為如果再有這些 放映長津湖電影 跟著下去 就是 看看那些學生 看完之後 有沒有感動 有沒有拍掌 是 或者他們 有沒有流眼淚 有沒有流眼淚 誰就在哪個位置 例如 那個暗不驚 這個 在那裡 打倒美國人的時候 那些學生 是不是在那裡 激節讚賞 這樣 這些反應 以及這些表現 會不會寄入了這些學生的紀錄裏面 反過來 如果有個學生 看到解放軍 說到全班冰凋連雪條 的時候 結一聲笑出來 那麼這個學生 要不要去校長室 或者被訓導主任 去教導一下他們的思想 告訴他們 你這樣笑 隨時坐牢 為什麼 因為你侮辱烈士 很多首尾 在23條 隨時會有這些事情 侮辱烈士 不是只是學校 製作一個copy 回去放到什麼 什麼東西 長津湖 這麼簡單 很多首尾 我們教育界 很多事情 這些先生 主任 已經在COVID 動態清零之後 做到職 了 因為動態清零 那三年 學生 每個人在家裡 Online 就已經 他們那個人際 那個交往 那個精神 喪失了 很多放回來 學校 之後就不適應 有些又閱讀遲緩 有些又抑鬱 我們教育界 中學小學 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額外時間 對付那些 Online 禁閉之後 三年回來的 還裏的 還裏的學生 接著又是 基本法教育 國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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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條教育 你現在又做了一局 將常識拆開 叫人民 和科學 又加入 反外國勢力 妖魔化的 共產黨教育 教師 多少錢 一個月薪工 他們不想 BNO 走 但是 你被迫著他 飛走 所以 蔡若蓮局長 蔡若蓮局長 高台貴手 因為 你都知道 現在的學校 收生不足 很多名校 都肯收賊分身 你就知道 什麼環境 還有 很多的家長 現在他們都是 十五十六的 究竟 走 和不走 本來不走 打算讀他 你這樣整單 長津湖 一大律 工作址 官後感 跟著 又要 召見 萬一他們的反應 不太好 跟著 看完長津湖之後 可能還要看其他 那些 家長都吃不消 因為 將工作址 或者是 最後那份 有問題 最後家長都要去學校 好了 還有你要推行 這個叫愛國教育 愛國的意識 這些 我舉個例子 特區政府有沒有以身作則 中國總理李克強 在10月27日晚 據說 是小小 其實是暴斃之後 如果到了第二日 28日 所有的學生 學校 是帶頭下半期 但是看到 特區政府 還沒有哀悼聲明 哎呀 糟了 下面字之沉 會不會 會不會 如果你真是愛國 就不用請示 在李克強 小小之後 學校 立刻 一個email 是吧 我們明天 上學 操場 集會 這個例行集會 默開三分鐘 然後會由我們的 相關的教師 出來講講 李克強總理的 封公遺跡 尤其是學習 李克強總理 在北大的時候的名言 叫做 純真而不欠文達 善良而不失堅強 把生命高舉在塵埃之上 又融化於社會之中 這應當是我們這一代的共同追求 嘩 真是很感動 我錄完一趟 都熱淚營 那些拿來朗眾節 那都是一流 如果你真是 推崇愛國做 不要說這麼多 第一時間做 但是連特區政府 都好像發表哀悼聲明 都好像彈弓手閃閃縮縮縮 你說下面無所適從 是不是真的每次都要請示 蔡局長 我們集會安排李克強行不行 會不會出事 局長拿著電話 你敢不敢 又問一下 超哥 超哥說 那個秘書說 找不到特首 我不知道是你拿著主意 這樣就退一會 中國 這個叫共產黨 就不是說 外國勢力 就是妖魔化得到的 是不是 例如說 如果在超過十年前 這個重慶的市委書記 薄熙來 邀請香港的學校 分批去重慶參觀唱紅運動 請問你那時候的教育局長 敢不敢說不呢 是不是 我是薄熙來那時候 是唱紅共產主義接班人 愛國了吧 是不是 好了 跟著船總 沒多久之後 突然間衰了 被人抓了 說是個反黨分子 兼貪污污犯 OK 到底誰去妖魔化 薄熙來 這位結出的 共產主義戰士兼紅二代 是外國勢力的 是外國勢力的 英國政府 日本安倍 還是 薄熙來 其他的政敵 所以 怎麼叫妖魔化 很多事情 何謂妖魔化 外國勢力 這麼有空妖魔化你 是不是 外國勢力拍的戲 最多叫雷霆救兵 人家拍得好看過你 以及在全球收錢 贏過你 以及人家拍得 有市場心理學計算 Harry Potter 沒有妖魔化你 要魔化佛地摩 學生看完回來 又是佛地摩 像自己學校的校長 你自己疑神疑鬼 所以這些 要推銀 外國教育 還要叫先生 要小心外國勢力 妖魔化共產黨 不想執政到光明偉大 正確的 小學一年堅 這些會不會是對於一個 身身未健全 純真的兒童 一種扭曲 還有一種精神的躍動 還有 叫那些學生 叫那些先生 長津會場 這個戰爭電影 我不管他是不是洗腦 他在說一種 為國家犧牲的精神 以往 這些國民教育 叫你認識國家 其實現在 通過了愛國教育 這個議案之後 就開始要推行 愛國 愛國 愛你的國家 下一步 叫人看長津湖 其實就是推行 叫你為國家犧牲 這三部曲 準備戰爭 這件事 其實是一般 很多時候 一些民族主義的國家 推動的教育方式 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右思潮 是的 其實是的 因為這些 相對於西方的社會 你為國家 不一定要犧牲 或者你為國家 其實你是有個人的權利 在裏面 但是現在這種 由認識國家 要愛國家 以及叫你看長津湖 暗示 你是要為國家犧牲 這一點 其實對於一個 思想未成熟的小學生來說 我覺得 是不適當的 就像新加坡最近有個案 有些年輕人 大學生 拒絕服兵役 根據新加坡的法律 是可以判坐牢的 是 聯合國的有關 叫相關 我們學回現在講的中文 相關的機構 寫信給新加坡 表示反對 應該 你要尊重那個年輕人 那個 拒服兵役的人權的訴求 你說 是愛國 是否愛國 這個 你怎樣教一個小學生 這個取捨 或者 現在的小學生 都不是傻的 他們很早熟 他們自己 慢慢上網 社交媒體 交換訊息的時候 那個先生 說一句 他下面拼三句 或者問四個問題的時候 你是否窮於應付 那張model answer 那個先生 到底 然後 手忙腳亂 答錯兩句 全班控堂大笑 惡作劇的時候 我怎樣去鎮壓這個場面 還有一些議員 或者官員 倡議這些愛國教育 不應該留於表面 怕人 就好像 就交功課那樣 他要求是入心入肺 入心 不是 那個正確的說法 叫做入心入雲入骨 這個是蔡奇書記說的 當時 того 三入主義 所以要學習習習習近平的思想 叫做入心入雲入骨 這個叫做三入 是的 psi第二個 但是對 你要怎樣去出心呢 我真的不想像不到 即是說要入骨、入心、入魂 要怎樣將它跟直 要吐下去 做兩件事 讓它好像那些養狗、養貓 打一隻晶片進去 它洗臉什麼都脫不脫 那你是不是又要一個小組成立 沒有的 我預期學校有些老師 就搞長津湖日 即是好像開放日一樣 長津湖日的學生 藍的就扮自願軍 女的就扮戰地護士 那些老師 就找個別的那些 就扮一下美國的洋鬼子 是吧? 到時候那個裝飾 有些學生就 油白臉就扮冰凋連 做了造型 然後拍照交上教育局 這些不要開玩笑 我隨時開口中 沒事的 你始終長津湖在國學校播映 怎麼都有一些 租界是不需要放的 美國人學校會不會聽你 國際學校會不會有些鬼仔 會不會有些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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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放 還是美國學校會放 像Mel Gibson那套叫鋼巨嶺 那套是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所以 这些怎样弄都好 一天有国际学校有外国势力的教育租界 拼盡吃奶的气力去推这些都是不全面的 这个问题要解决的 下一步就要立法 所有这些外国势力的租界的国际学校 都要一视同仁 那时候又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又另一波龟鸡飞狗走 或者西人 拍桌就不知道 任重道远 祝香港在这方面成功 好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